剛才那個智偉兄講的 你還說希望他登記有沒有 我老婆有時候花了大筆 都不登記了 是有一次被我發現 因為我們的助理就是 有一次他買完衣服之後 他要去找他香港的朋友去玩 結果趁他到香港的時候 結果他打電話來跟助理講說 我還有什麼東西 衣服還沒拿 你去幫我拿這樣子 拿完衣服回來 他就說 子強哥 這邊有收據 麻煩你收一下 五張收據 衣服沒關係 你拿來 8萬 9萬 15萬 這什麼東西 沒有 衣服都拿回來了 我馬上打電話去香港說 你幹嘛買這麼多衣服 他只有一句 我心情不好 他就說他心情不好 我說你心情 心情不好就敗家 我就說你心情不好 怎麼可以買這些東西呢 入行十幾年也沒有買過 8萬的衣服 他總共加起來差不多快30萬 他們說你買這些東西 沒有 我說收據讓你看一下 我那時候我就很生氣 但是我會買1萬6萬的酒 不是一樣嗎 而且那時候他打算不跟我講 要不是那些收據 被助理拿給我看的時候有沒有 我就不會發現這些錢 不過坦白講 你說幾個老公撐得住老婆 買8萬 9萬 15萬的衣服 但是到後面 我覺得OK 但是這個錢是 他覺得OK 他覺得OK 他總臉超胖子 不是 第一個他老婆是 我看你的手下 不是 不是 就是 就是真的 我弄他老婆是藝人 第二個破財可以消災 第三個這個錢不是花在冤枉的 投資身上我覺得是 女為樂旗者龍 他為了討好你歡喜 可以 不夠我真的借你 也是啦 總比亂花錢亂投資好嗎 老師說沒錯 那問題他買回來 那些衣服到現在還沒穿過 那不應該 所以到後面 心情不好亂勾 對… 但是我覺得說 他說他有憂鬱症 那我覺得說 讓他適時發現一下沒關係 但他後面 他用他的實力證明給我看 那個錢都已經賺回來了 但是中間這個男生的角色 就很重要 如果讓你爸媽知道 他可以這樣因為心情不好 去揮霍這個 我們一天演才多少錢 所以那時候 我就選擇不跟我爸媽講 那是對的 對的 因為如果講的時候 就事情都大 他對這個媳婦的印象會有 這個真的是要注意 我這個人就是250 有一年我公公婆婆 因為他每年都是 過年才有來台灣 不過也好久沒有來了 然後結果他來 然後我就要重新 把那個沙發床拿出來 然後我就鋪 我就剛好 就是每一季我都會買床單 然後我就 那一年剛好買一套義大利的 然後我就整個這樣子 幫他鋪好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我們這種人就是藏不住 你知道嗎 我們來稍微賺錢 我們就要賺錢你知道嗎 我們就講說 爸 覺得那個床主 那個請去睡起來怎麼樣 挺舒服的吧 他說不錯呀 我說這是義大利的 然後他說那你盒子我看看 什麼牌子 我還去把那個盒子拿出來 他說 我說這兩萬多塊 他說 為什麼要兩萬多塊 為什麼要兩萬多塊 那我拿買的要兩萬多塊 為什麼要買兩萬多塊的 那樣 然後我就說 我說 那種感覺你不是應該高興才對嗎 我說你不是口才很好嗎 為什麼會辭窮呢 我的辭窮也不過0.8秒 0.8秒 還接上了嗎 對我就說 也有兩千多塊的 我只是孝順你 我拿兩萬多塊給你用 我也有兩千多塊的 然後來 不然他以為你很敗家 兩萬多塊都在買 而且我之前還講一句 我說睡得喜歡你帶回美國睡 之前還有這樣講 很棒 漂亮 那是說我們也很憐悔 他一直吐 為什麼一定要用兩萬多塊的 然後他就是 就是覺得我很浪費這樣 對 他回國的時候也帶走了 這是重點 贏了 這樣看來他是喜歡那個東西的 可是老人家是捨不得那個錢 對 沒有覺得說為什麼要睡那麼貴 還好你補了那一句 可是我朋友她也做過這種事情 她怎麼樣 兩萬多塊睡得挺舒服 這多少錢 她不敢講 她說兩千多 她婆婆就再拿兩千 再幫我買一套 有啦 有啦 就下去 有啦 有啦 十五湯三百元 真的 都別說 都沒貸貸 真的 對啊 所以你剛剛講 老人家是受不了的 會受不了 對 你說她那麼辛苦上來 你看媳婦買八萬塊衣服 九萬塊衣服 那當然看兒子做什麼行業 可是一般人是沒有辦法的 還是一樣 對 現在會受不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女人如果買東西 男人就真的是電了你知道 真的要電了 真的要電了 心肝 要消音的我們 心肝要電了 心肝要電了 對 因為像我太太比方說 她今天就 我回家的時候她說老公 我就開始獻殷勤什麼的 我說怎麼樣要買什麼嗎 我就會覺得你要買什麼嗎 今天怎麼會突然對我這麼好 她說沒有我不是要買什麼 我已經買了 然後我就 因為其實她是花她的錢 那她還會不好意思 我說你買了什麼 她就很高興的拿來給我看 你看我買這件衣服好不好看 我買了 然後這些都很便宜 我買這樣子十幾件 也才多少錢 那因為她是不會花貴的錢 比方說我買這樣十幾件 才一萬塊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很好 她說那你會生氣 我說我不會 那後來她說 那這個錢我是用刷卡 那到時候衣服 那個帳單你幫我繳好不好 我說難怪你對我那麼好 只是聰明的女人一個重點 所以觀眾朋友記得 我太太買鑽石或是買珍珠 她只講一件事 我是替她們女兒買的 我先跟她過關 四十年以後買這個就不一樣的價錢 這我說不出來 我跟妳們女兒真的太善良 我女兒我不會這樣說的時候 我女兒看我帶任何東西都說 媽這會留給我媽 我說 漂亮 太精采了 我說 如果沒有其他的更可愛的小孩出現 我應該會留給你 現在 打他就說 媽 你這以後會留給我媽 這以後會留給我 好可愛喔 男生也會啊 男生也會啊 你會藏私房錢嗎 沒有可能 你沒有空間了 對 我不會藏私房錢 你呢 我會藏啊 藏哪裡 我藏我的畫室啊 我的畫室啊 但是我現在敢講出來 就是說我要證明給你看 如果你想去畫室找的時候 我也要把我的私房錢給你看 因為這 我覺得藏私房錢 不是為了我要亂花 我要有一些我可以支配的嘛 比如講我小錢跟你拿 很麻煩嘛 而且辦畫展 一場畫展下來都要五六萬 對 而且我每次都是公益畫展 那這種東西你留在我身邊 我如果隨便亂換 你隨便查就查得到嘛 那你為什麼把人家藏個私房錢 都被你戳破 怎麼有這種朋友 我不是故意的 捲入別人的私房錢 糾紛是很尷尬的 大夥一起吃飯聊天 就在客廳裡面 然後有一對夫妻 他們很喜歡出國去旅遊 在那對夫妻的家裡 對 在他家裡 然後老公又說 我們下次要去哪裡呢 以前去過哪裡 然後還有很多旅遊的書 書本就一拿起來 趕快要翻給我們看 一翻 有一張一千塊 再翻 又一張一千塊 他就尷尬了想把書合起來 他忘了 他忘記他有藏在那一本書 他忘了他藏的是這一本書 但是老婆也看了一千 兩千 總共三千塊 老婆還把書拿起來再甩一甩 沒有 就三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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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很尷尬 他編了一個很爛的理由 老婆我就是這樣子存錢存存存 打算去那個 我是用那個錢做記號 我就要帶你去這一個地方 還有這一個地方 和這一個地方 老婆不相信 結果老婆說這是農民利 你一直在存在那裡 不過他把整個錢就存在 那裡多少 總共多少 我不知道多少錢 但是很久就沒有再去他們家吃飯 就很尷尬 其實夫妻之間有沒有 適不適合藏錢有沒有 其實有時候沒有個定論 沒有定論 所以我把那個私傳十年的有沒有 叫頭顱摸骨斷夫妻的一個 富貴的鑑定方法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事辦前置入腦 那鬼月不是已經關了是嗎 真的 恐怖 那我不敢靠你 好啦 這樣可愛 不要怕 這邊代表 復原 復原 紫原 一定會有小凹 是不好 老公 頭一定要是圓 頭一圓如燕 有肉 代表買房子 家產都可守 頭如果平有沒有 平如牛 像那個我們說蔡守勳那種平頭有沒有 那種頭型的 叫做非富即貴 守財可乘 如果整個頭有沒有 比較長一點的 我們就這樣看 稍微長一點的 叫做我們說頭長如馬 事業穩定 收入豐益 這代表說圓滿方正 不是跟豆干一樣 就是它整個型是這樣子的 這邊代表我們說的 曾祖父母的緣分 這邊代表我們的祖父母 這邊代表我們的父母 它代表的親緣關係 那老師 那夫妻兩個摸來摸去 可能有一個人 比較頭大而肩 頭大而肩就是跟身體的比例 不要跟別人比 頭大而肩的人 我們說財大氣粗 但投資會失利 當夫妻有這樣的頭型的時候 你還是交給對方去保管錢比較好 我那像我這個頭髮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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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是前髮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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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空髮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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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 其實是在命格來看是比較 泡脫肉麵比較辛苦的 我們稱為安逸掃勤 浩高勿援 那當然不適合理財 如果頭陷陷下去 陷下去而拗 那麼代表我們自信心不足 有 現在頭會拗 有 我覺得哪一塊哪一塊